好,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在这节课的课程中 我会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课程的一个讲课的流程 那么这个流程它既是一个课程的流程 它同时也是我们整个项目的架构的一个缩影 这个我们等会儿会具体的去讲解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架构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的流程 我们这个课程内容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整个的课程的流程 或者是说我们的结构体系是非常的清晰的 整个的课程流程或者是说这个结构体系 分为服务端、客户端和CMS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服务端 服务端是整个课程的一个核心 它所实现的一个功能就是使用SyncPHP5和MySocial 来构建我们的REST API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提到了 服务端的作用是什么 服务端的作用主要就是访问我们的数据库 处理我们的业务逻辑 并且向我们的客户端以及CMS提供这样的一个接口 那么第二个客户端也就是我们的小程序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向服务端请求数据 并且向客户提供最直观的一系列的服务 比如说用户会在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浏览商品 购买商品以及查看它的订单信息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服务的行为 那么关于客户端小程序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 因为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这个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没有直接写二小程序 而是写的是客户端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之前的课程里面也提到过了 我们的整个的架构是使用的是API 那么这个API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特点就是说你的客户端并不一定要是小程序 那么它也可以是IOS 也可以是安卓 甚至是可以是一些单页面的应用程序 单页面应用程序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用这些像VUE Angular GS等等这样的一些 MVVM框架编写的应用程序 可以很灵活的去替换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服务端和客户端 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核心和重点 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会花在服务端和客户端上面 我们会一行行的来编写代码 和大家一起来完成我们的Server和Client 这样的两端的代码编写工作 好 那么最后是CMS CMS应该来说 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 它通常起到的一个作用 就是数据的一个管理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数据管理 这个我们可以具体化一下 比如说添加商品 再比如说管理商品的分类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数据方面的操作的工作 那么第三个CMS和第二个客户端 它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客户端它们两个同样都是向服务端请求数据 但是第二个客户端通常来说是给用户所使用的 而我们的CMS通常是给我们的整个的产品的管理员 或者是说我们的运营人员来使用的一个客户端的工具 那么这个CMS实际上来说它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简单一点来讲 它就是对数据库的一个直接的增商改查案 通常来说并没有太多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 为什么说CMS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通常来说 比客户端简单 这个其实还是要看它服务的一个对象 你CMS通常来说都是服务于你自己内部的管理人员 或者是运营人员对不对 那么其实内部的人员有时候需求是比较单一的 但是客户端不同 客户端有时候你为了去丰富你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种类 那么它可能会需要面向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用户 这就导致了它的需求是多变的 所以说客户端的行为逻辑是非常复杂的 而CMS相对来说是要简单很多的 这个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用一些开源的CMS 那么实际上来说这些开源的CMS 看起来好像代码很多 但是从总体的层面上来看 它没有包含什么特殊的业务逻辑 它所有的功能其实都是直接的对这个数据库 做这样一个增三改查这几个操作 好 那么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我所说的CMS是通常情况下来说是比客户端要简单的 这个通常情况下是指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小型的互联网公司来说的话 CMS它只是承担着一个简单的对于数据库的直接的增三改查 但是对于一些大型的业务非常复杂的互联网公司来说的话 这个CMS的整体的复杂程度是要远远超过客户端的 这个是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的 好 那么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一些大型的电商互联网公司 他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个客服系统 那么单从客服系统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它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复杂程度 都是要远远超过于我们一些中小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客户端的产品 这一点是要大家要理解一下的 那么这个CMS不是我们课程的重点 但是我们会用JQuery为大家构建一个小型的一个CMS的一个原型 那么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CMS框架里面是实现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实现发货与发送微信消息 具体的发货与发送微信消息 这样的一个业务 我们待会儿到我们去具体介绍我们项目的时候 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发货与发送微信消息 因为这是完成我们产品 这个闭环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用户购买了商品 购买了商品之后 他要支付 那么支付完成之后 你就得发货 发货完成之后 你就要给用户发送一个消息 通知他 我们的货物已经发出了 因为我们是使用的小程序 所以说我们这里选择是发送微信消息 而不是发送短信 发送微信消息 这个我个人认为比发送短信 或者是说发送邮件来说都要更好一些 短信这个会有一定的成本 对不对 而发送邮件这个 我觉得作为一个购买商品来说的话 发送邮件可能它触达用户的效率会比较低 因为很多人是不习惯去收发邮件的 邮件这个东西在工作中可能用的比较多 但是平时的生活里面可能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这也是微信的一个优势 大家不要小看发送消息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因为消息极有可能引起用户二次购买的行为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总结一下CMS它的一些功能的特性 好 它总共有两大类的功能特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类就是对基础数据的增删改查 比如说添加商品 再比如说删除商品的类目 等等这样的一些对数据库的直接的增删改查 这样的一类操作通常来说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也非常容易理解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类 第二类是一些特殊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要实现的发送微信消息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之前我们还说到了发货 发货这个其实它也应该归属于 像对归属在第一类里面 对基础数据的增删改查 为什么呢 其实发货在我们的数据库实现里面 其实就是去更改了一个订单的状态 比如说你以前的这个订单状态 是已支付的状态 那么我们的发货实际上来说是线下去发货 对不对 那么放到我们代码里面来讲的话 这个发货实际上就是由管理员去修改 这个订单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把发货也应该归属到这样的一个 对基础数据的增删改查里 但是发送微信消息这个不一样 它需要从外部的微信来打交道 那么像这样一个一类的特殊操作 我们把它单独的归作一类 好 那么每一个课程都有它的一个重点 关于CMS这块 我希望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 这个发送微信消息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 CMS操作里面来 至于说这个基础数据的增删改查 其实在我看来 我刚也说了 它是一个模式化的套路代码 比如说你实现了一个添加商品 实际上来说 你再去实现商品类目 品类的管理的时候 代码几乎和添加商品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你操作的数据表不同 所以说我们还是集中精力 完成我们最重要的 更加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些CMS功能 好 那么以上我们聊到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端 客户端的CMS 它既是我们课程讲课的一个流程 同样也是我们产品结构的一个缩影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分层 比如说像在服务端里面 还有像验证层 还有业务层 还有数据访问层 这些详细的分层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后面具体去编写 这一块代码的时候 我们再来详细的讲解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